超商門口發生大亂鬥 受方人馬全扭打在一塊 仔細一看其中一方 穿著的是叫班人員的衣服 一群人揪著一名男子不放 還隨手拿起地上超商籃子 朝他身上砸下去 其他人在旁邊拳打腳踢 至少十打一 場面相當混亂 直到警方趕到現場制止 驅趕看熱鬧的群眾 才停止街頭亂鬥的鬧劇 所以有客人回來說 剛剛客人間就打起來了 之後他們就不管出去 一群人騎在那邊很大聲 然後就被拉開了 就有一些被駕到這邊來 雲林北港媽祖出巡 9號進入第二天 幾乎在凌晨 卻有交班人員跟一群遊客 發生衝突大打出手 交班人員先把遊客戰力分散 接著鎖定其中一名男遊客 變成他們的攻擊目標 塑膠藍塑膠椅都成了攻擊武器 還被網友戲稱是真北港背霸 立即出動快打部隊 控制現場 將受傷人員隔開 為相關涉案人已離開現場 衝突疑陰 叫班人員休息室遭挑釁 不排除雙方是因為 不小心發生肢體擦撞 近日引爆衝突 警方巡線查獲7名涉案人到案 不過每一年的媽祖出巡 都會安排警力成立應變小組 但是這一回才出巡沒多久 就有遊客跟叫班人員發生衝突 朝天宮總幹事也強調 繞進活動是為了要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不應該動手惹事 否則可是會讓媽祖娘娘看了不開心 TVBS新聞招聰明是紅衛蔡英雲 內藏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